远看长城 它像一条长龙 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 从东头的山海关 到西头的嘉狱关 有一万三千多里 从北京出发 不过一百多里 就来到长城脚下 这一段长城 修筑在巴达岭上 高大坚固 是用巨大的条石和橙砖筑成的 城墙顶上铺着方砖 十分平整 像很宽的马路 五六匹马可以并行 城墙外延 有两米多高的城牌的朵子 朵子上有方形的瞭望口和射口 共瞭望和射击用 城墙顶上 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座方形的城台 是屯兵的堡垒 打仗的时候 城台之间可以互相呼应 站在长城上 看着脚下的方砖 扶着墙上的条石 很自然地想起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 但看着数不清的条石 一块有两三千斤重 那时候没有火车 汽车 没有起重机 就靠着无数的肩膀 无数的手 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峭的山岭 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 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 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庆特别节目 直播长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一篇课文 长城 长城巍峨 同声传情 就像文章当中描述的 长城这样气魄雄伟的工程 在世界历史上 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是的 长城上下绵延两千多年 东西横更两万多公里 刚才课文当中描写的 就是修筑在巴达岭上的长城 巴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筑的代表之一 如今巴达岭长城已经成为了一张 向世界推出的国家名片 今天的直播长城特别节目 就让我们从巴达岭长城开始 下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团队 将要带您从空中俯瞰 巴达岭长城的壮美 我们乘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升机 正飞往巴达岭长城的北方 截止到昨天 这个十一国庆长假期间 巴达岭已经迎来了19.7万名游客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三万多人到巴达岭登长城 现在我们看到的巴达岭长城主要建于明朝 修建于起伏的巴达岭杂岩体之上 古人在修长城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独特的地质地貌 并加以合理利用 大量的花岗岩为长城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材料和坚实的基础 巴达岭长城地势之险要 建筑之雄伟 在万里长城众多地段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是明长城的杰出代表 目前巴达岭长城开放段为北12楼到南7楼 全长约3741米 其中包括19座敌楼 在巴达岭长城外的南北山坡上 还各有一座烽火台 巴达岭长城已经和群山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 历经岁月洗礼造就了独特的历史景观 蜿蜒在山脊之上的巴达岭长城 如同中华民族挺立的脊梁 在中国的长城景区中 巴达岭长城也拥有几项之最 它使中国长城景区中开放最早 保存最完整的景区 还是接待中外游人以及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最多的景区 截止到现在 已经有5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登临过巴达岭长城 每年在这里举办的大小国际国内各类文体活动打百余次 巴达岭长城成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舞台 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友谊的象征 看长城这里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华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 也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可以说长城是观察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这里见证着中国发展的脚步 现在我们飞越山峰 眼前的画面也仿佛穿越了百年的时光 我们看到的是建于清末的百年老站青龙桥火车站 青龙桥火车站处于水关长城与巴达岭长城的连接线上 是金章铁路线上著名的一站 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的金章铁路 1909年建成 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主持修建的是爱国工程师詹天佑 清龙桥火车站旁就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 由于巴达岭一带地势险要 当时詹天佑创造性地运用了折返线原理 在清龙桥修建了人字型铁路 减缓上下山的大坡度 解决陡坡通行的问题 距离金章铁路建成100多年后 中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 智能化高速铁路金章高铁 2019年正式开通运营 金章高铁在老金章铁路的 青龙桥车站地下穿越而过 快越百年时光 新老铁路在长城怀抱中握手了 从空中看 围绕巴达岭长城景区 公路铁路路网越知越密 行程越来越便捷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金章高铁巴达岭长城站 车站就位于巴达岭长城景区内 紧邻中国长城博物馆 分成地面站房和地下站两部分 地面站房设计秉持了尊重自然 形影于山的理念 外里面的石材 按照长城城砖的色彩 纹理精细挑选 地下站位于巴达岭长城景区 山体下方102米处 这也是目前国内最深的高铁地下站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前往奥运赛场的观众 可以乘坐金章高铁 便捷往返北京和张家口的各个赛场 位于北京的巴达岭长城 和位于张家口的长城 将因冬奥结缘 共同迎接各国来宾 长城是中国首批世界遗产 30多年来 长城保护不断完善 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 就在今年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审议通过了长城保护状况报告 长城被世界遗产委员会 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 委员会还赞赏 中国政府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以及在专项保护立法 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巴达岭关城的西门 北门索月 来到巴达岭的游客们 都是从这里开启长城之旅的 接下来跟随我同事的镜头 一起再到北门索月去看一看 今假期巴达岭景区迎来近期的客流高峰 通过我身旁的这群游客 大家也应该可以感受到景区的受欢迎程度 大家从北门索月开启长城之旅 感受今秋十月的长城之美 这个假期景区也举办了许多活动 推出一些新玩法 白天在长城脚下体验剪纸 毛猴制作等飞翼项目 夜晚巴达岭夜长城从九月三十号至十月六号 连续七天开放 夜游长城的同时 在北京长城音乐会上 同唱一曲《我爱你中国》 留下不一样的国庆记忆 今年景区还特别推出了首席数字导览官服务 拿着我手上这样的导览设备 从南六楼到北八楼走到固定的打卡位置 系统就会自动的弹出讲解界面 例如我们现在所在的北门索月 它把守的是张家口通往北京的方向 而大家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北门索月的月其实也是钥匙的钥 它也寓意着这是一把钥匙打开长城 让南北方汇聚于此 长城内外各民族的交往融合 也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 一系列深度游览新选择 也是希望大家在游长城的同时 更读懂长城 爱上长城 如何让孩子们特别是青少年 了解长城背后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身旁的这样一群孩子们 他们都戴着一样的草帽 手里拿着一本探索手册和一张任务地图 来自清华大学的长城保护员志愿者 带领他们以探索发现的形式 到巴达岭长城上预定的各个地点进行打卡 了解关于长城的各类知识 完成任务后 孩子们不仅可以全面认识长城 还能收获一枚身份勋章 成为守护长城的少年使者 相信对长城的一份热爱 也会因此重在孩子们的心间 作为接待游人最多的长城景区 如何平衡好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 成为巴达岭长城念龄的一个重要课题 2019年6月 景区实施全网实名制预约售票 对每日的最大客流量进行了限制 而在专题保护方面 巴达岭长城也建立了数字长城档案管理系统 对长城专题进行精细化测绘 目前已试点完成了 西平台至北二楼段的数字档案建设 这样每一块砖都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信息 包括它的尺寸材质等数据都被记录了下来 各项文物保护遗产监测工作同旅游开发同步进行 也让巴达岭长城不断焕发新的魅力与活力 感谢两位记者从空中和地面带我们看巴达岭长城 张涛你知道吗 在北京巴达岭长城景区内 还有一座中国长城博物馆 这是一座以长城为主题的一个专题性的博物馆 我还真不知道那儿有一个长城博物馆 我和很多朋友一样下了车就直奔长城了 可是我想回望长城的往事 确实留下了许多的珍贵的史料 那博物馆当中都讲述了怎样的长城往事呢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走进博物馆 了解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走进中国长城博物馆 显著未至的中国历代长城示意图 用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的线条 代表了不同时期所修筑的长城 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修建的最早的长城 到长度最长的汉长城 再到费时最久工程量最大的明长城 万里长城延续千年的历史 定格在一件件展品上 这里展示的就是长城沿县出土最大的一把关门锁 锁长103厘米重16.7公斤 通过它的大小 相信您能想到当时的城门一定是非常雄伟壮观的 关门锁顾名思义就是长城沿县关城的门锁 关城也是在过去的时候 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开展这个官室贸易的一个场所 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 这把锁的钥匙现在还在锁上插着 从不同程度上来说 长城也是打开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一把钥匙 长城沿县重要官城的模型集中展示 带领大家领略万里长城的建筑之美 也讲述着长城内外同是一家的中华故事 这里复制的就是一个居庸关的云台 云台呢实际上就是过街塔的一个塔基 那在我身后啊这个门称为炫门 在上面呢是非常珍贵的一些元代时刻 在门洞的内侧还用汉 蒙 梵 梵 维吾尔西夏 这七种文字记录着一些佛经时刻 实际上这些呢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以及研究我国古代文字非常珍贵的资料 1987年中国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颁发证书 而这张证书的原件目前就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内展出 证书上清晰地写着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需对其进行保护 万里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更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保护长城守护历史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北京长城文化带建设重点项目 中国长城博物馆将进行改造提升 新的博物馆汇集长城遗产监测 学术研究 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 全面展示中国长城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 万里长城的故事将在这里继续代代相传 万里长城的故事中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长城抗战 长城见证了中华儿女不屈的意志 1933年初爆发的长城抗战中 被称为今师所悦的古北口长城 经历了最为激烈的战火 面对日本侵略者 中国军队在古北口长城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拼死抵抗 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抗战颂歌 那今天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登上古北口长城 去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北京东北角 燕山山脉的崇山峻林间 古北口长城 蜿蜒曲折起伏跌宕 敌楼密布而形态各异 80多年前 中国军队就是在这里 打响了北京地区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军楼 将军楼是整个古北口长城段的一个制高点了 80多年前为了争夺这处制高点 敌我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我们现在在这里还能看到 当年抗战留下的痕迹 那么在将军楼的顶上就有一个炮弹炸开的一米多宽的弹洞 那么在将军楼的城墙上 现在也能看到许多大小不一的弹坑 将军楼见证了当年长城抗战的战火与硝烟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 日军侵占了山海关和陈德后 向山海关至古北口之间长城沿线各关口发起进攻 古北口战役打响 当时北上增援的中国军队由于出发匆忙 只穿了草鞋和单衣 就从南方赶到了冰天雪地的古北口 武器则以汉阳造步枪为主 而日军已经配备重炮和飞机 中国守军依然凭着保家卫国的决心 在长城上日夜奋战 三月份又是冰天雪地 不能构筑完备的这个攻势 在这个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防空力量上 都没有优势 甚至说出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能在长城沿线阻击了日军三周年 完全靠的是一种是精神 誓死如归的铁血精神 和中华民族坚韧的民族精神 就在距离将军楼不远处的茂尔山脚下 耸立着一块古北口长城抗战七勇士纪念碑 为了掩护从长城上撤退的主力部队 七名勇士在茂尔山上顽强阻击 日军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 当日军以死伤百余人的代价攻上山头 结果发现竟然只有七名战死的中国士兵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 受到长城抗战英勇抗敌事迹的启发 艺术家们创作了《易勇军进行曲》 《长城窑》等歌曲 在中华大地传唱开来 唤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 筑起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意志长城 《一dır показでしょう》 青石尔滩�国大地外中华儿七字架 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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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寺 justifyuffy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短片啊 出自一位90后的摄影师 他叫杨东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长城的美景 更是拍出了长城的精气神 杨东已经坚持了六年的时间了 他用四十多万张照片啊 记录长城 他说自己被一代又一代 长城守护者的执着 深深的感动 他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作品 影响更多人 我是杨东 是一名长城摄影师 这是我第四十九次 来到北京怀柔剑扣长城 好状况 这里也是长城最险峻的地段之一 天梯 应非道仰 北京街九眼楼 都是剑扣长城的著名景点 今天我在这里 拍下了陈光中的剑扣长城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爬上了河北金山岭长城 看见云间长城 雄奇巍峨的壮景 深深的为古代人民的劳动 和智慧所动容 那一刻 我觉得心中 关于美的积淀 就来到了一个爆发点 想用手中的相机 来记录下这种文化 从此 我就踏上了用镜头 丈量长城的旅途 拍摄这张照片 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一件事 当时 有一团乌云飘来 很像燃起风烟的那种画面 于是我赶紧拿起相机 顺着长城奔跑 寻找乌云与迪楼的最佳错位 最后 还是把这张照片给拍了下来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 当时激动的心跳 这种照片我拍了三年 长城春天杏花盛开 与秋天金黄的树叶 往往到了最佳拍摄时机 就会伴随着大风 可能一夜过后 花瓣树叶都会被吹落 有的时候 一个冬天都不会下雪 没办法 只能等明年再拍 明年拍不到 就再等一年 直到拍到为止 这是长城上的文字砖 文字砖上记载的是 烧制城砖的年代 和部队的番号 上面写的是 万历五年山东左营照 这是当年修长城的人 留下来的 对于我而言 长城好比一部宝典和福矿 让我始终心怀敬畏和感恩 所以 每当用镜头对准它时 我感到快门上的指甲很重 害怕由于自己的储备不够 而破坏了它的应有之美 作为一名长城摄影师 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 去守护长城 我不仅仅是长城美的传播者 更是它的守护者 今后要拍出更多的作品 让大家关注到长城 让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保护长城 维护长城的环境行列中来 让这张世界名片 散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传播长城之美 守护长城文化 从摄影者到研究者 再到保护者 杨东用镜头丈量着长城 为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书写新的故事 从1987年 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民录以来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认真履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不断加强长城保护专项法治建设 最大限度的保护了长城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 为大型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 积累了有益的中国经验 位于北京怀柔区的建扣长城 因为形如满宫射箭而得名 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 400多年历史的建扣长城 由于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破坏 残损严重 从2016年起 为保护长城本体杜绝安全隐患 建扣长城修缮工程启动了 那大家不禁要问 悬崖峭壁尖该如何来修长城呢 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这个镜头 跟着长城修缮师一起 去建扣长城看一看 建扣有多险修缮就有多难 沿着罗兹韵料的山路爬了近半个小时 来到长城脚下 而这才刚刚开始 手脚并用攀爬一段陡峭的崖壁后 到了建扣长城的最低点 建扣关 修长城的石料 运抵此处后 就要靠人扛上去了 从建扣关附近向东 一直到镇北楼长达一千多米 是建扣东段的修缮工程 目前已基本完工 今年65岁的陈有茂 从事长城修缮工程16年了 修过近两万米长城 他说有些残损严重断 甚至要一米一米的精修 咱们这个长城修缮 每米都在变化 有的在悬崖峭壁上干活 这瓦工就靠它的眼镯 靠它的灵感 用眼看着 每块砖 它的方向 它的坡度 它的角度 在你干预的部分 你操作的那儿的部分 坚持原材料 原工艺 原形制 解决了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注重观感效果 这段长城 它已经四百年的高龄了 它的每一块砖 都有它的文物的价值 如何把握精修的尺度 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建口二期修缮首次引入了 考古先行理念 和数字化可视技术 参与修缮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和北京大学的团队 借助无人机采集图像 过建起高精度的长城三维模型 为修缮保护长城 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当时那个一百米 应该是拍了两千张 这飞机是飞得很近 大概离那个城墙 只有个 差不多五米的距离 然后是沿着城墙 高重叠率的 飞一点拍一张 飞一点拍一张 就保证那个模型 能够看清楚 每一块砖的情况 地上这个砖放大了之后 它上面 它的一些残损情况 都是能够看到 建扣长城的修缮项目 目前已经进入到第四期 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可以看到 四期项目就是从 北京街以下的边墙 到这段墙的终点 长度达一千六百多米 预计明年十月 完成竣工验收 那么经过这四次 大规模的修缮之后 建扣将基本消除险情 未来的建扣长城 将打造成为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 一个重点园区 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 建扣的沧桑之美 长城名阳世界 许多外国朋友 来到中国之后 都会到长城打卡 他们来中国看长城 更在长城读懂中国 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 这样一群 在中国学习生活的 外国留学生 我们来听听他们说一说 心中的长城 我来中国之间也了解长城 因为是在电视上 或者在报纸上也看过 是长城是 不只是中国 而且是全世界 就是一个机器 所以特别想去长城 我来到中国之后 我有机会了 一年级的时候 我跟朋友们一块住长城 我爱长城 我叫盛利 来自尼泊尔 我来中国以后 那个是第一次 2015年 国庆节的时候 去巴大林长城 一个成员叫 美不上手 不到长城 非浩瀚 所以我们一直在 期望能到长城 对于外国人来说 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然后呢 以前人们的努力 和智慧 都是通过这个长城 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也是平时拍视频的 拍Vlog 在长城画的 然后我以前出过 长城 然后给了巴基斯坦人 看长城 然后其他国家的人 然后他们看了我的视频 他们说 他们也想去中国看看 自己看看 对长城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长城就很伟大 我去那边就很很惊叹 让你能想象出之前 中国人怎么见的 我觉得能体现出 中国人的不放弃的精神 爬长城的感受 其实是挺累的 但是很很值得 很值得你去看 你去你去体验一下 长城是一个非常 伟大的和平的象征 我去那边的时候 不仅是为了感受到 中国的文化还有历史 而且为了看真实的中国 17年是我第一次来到的中国 以前呢 只是在媒体上 感受到中国的历史 但是到了长城之后呢 我才正式地看到 中国的发展 还有中国的一些历史的知识 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继续收看直播长城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天津 长城在天津界内是以黄牙关最为出名 黄牙关长城坐落于天津市冀州区最北部 始建于公元555年的北齐 距今已经有1450多年的历史 黄牙关长城东达河北省尊化市的马兰关 西街北京平谷的将军关全长42公里 是中国古长城的一部分 黄牙关长城水路关爱八卦尼城 也是凝结着明代七级光大将军的智慧巧思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天津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来领略黄牙关长城的与众不同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黄牙关长城的老关口 黄牙关街山跨河 是万里长城十三关中 唯一集水关路关八卦关城唯一体的 来这里游览 您一定会不需此行 黄牙关东侧断崖外任 每道夕阳落照 瑰丽银黄 这也是黄牙关名字的由来 水关之下居和流淌 长城游入一段五孔的桥梁 岸边的二三三国道连通长城内外 这也是过去的陆路关口 在今天的延续 黄牙关雄关险爱 有冀北雄关之称 关口之内 建有万里长城独一无二的八卦关城 顾民思义 按照八卦的规律布局 空间采用了梯字布局的形式 三关九门 四十多条街道 交叉错落 适路非路 堪称古代军事工程的决作 在八卦城内 还经我国第一座长城文化博物馆 如今长城之上 威武的金甲武士 也仿效当年 戍边军事每天的路线 列阵巡城 古老的黄牙关长城 历尽岁月的洗礼 如今 新时代的长城人 正在用新的形式 在讲述家乡的故事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天津段的蓝图中 将重点构建 华业关核心展示园 打造天津长城文化 以产带 通过保护船城 研究发掘 环境配套 文旅融合 数字在线等工程 船城长城精神 展示长城文化 建设长城条下 山水之间 和谐宜居等 美丽天津 长城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三千到五千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 都要汇聚于此 挑战全球十大罪库之一的 黄牙关长城国际马拉松 跨越五千一百六十四级台阶 体验挑战极限的心跳 不同肤色 信仰 语言的人们 相互鼓励奔向长城之巅 因为疫情防控 这项赛事在去年 无奈按下了暂停 经赛事组委会的确认 明年五月二十一号 连续举办二十届的 黄牙关长城国际马拉松 将再度激请归来 天津境内的古长城 全长40.28公里 这里水路关爱 边城掩体样样俱全 除了已经开放的一段 经过修复的长城之外 现在大约还有36公里 未经修复的古长城 需要采取经常性的保护措施 为此天津市济州区文物部门 还成立了长城保护队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卢学燕 他就是保护队的一员 他的工作是定期实地巡查 就像守护古长城的一双眼睛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 他的工作 也看一看他是怎么来保护长城的 我们称的长城保护队伍是从2016年开始成立的 巡屋长城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小守着看着长城长大的 特别有感情 潜津市济州区这段长城 涉及到16村 我们村这个路线比较长 边村的是一村一个人 我那村两个人 这18000多米都是每一段应该大概在9000多米以上吧 这个山斗 波护队 一周一次 每次必须拍十张影像上面的照片 发到长城保护园区里面去 下过雨有坍塌地方有没有 有没有人为破坏地方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守护长城的其中一座地楼 这座楼子 内层保存还比较完整 像外层就是颇别不寒的外层 你看他累着长城那个也挺标准的 尤其是这个长城的脚特别直 巡屋长城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对游客劝导防火 还有这个狮子潮烟而活 还有我这个上身采药的挖药的 都是不允许的在长城附近 我有一次巡山 从早晨从家出来开始清天的 在山上时间不长就开始就是阴天了 出现恶劣天气 因为布鞋下过雨后挺滑的 不小心就摔呀摔根子了 后边这个摔到后边这儿 后边这儿就流血了 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穿那个布鞋上山了 穿那个把花的脚鞋、球鞋 我最大的寻愿就是在我这个保护这个长城 这段时间里想让这个长城保持这个鸳鸯 不被人为破坏 我想干到65岁 我一定要是把这段长城守好 为了保护长城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在黄牙关长城脚下 有一个名叫西景玉的小山村 被列入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的建设保护规划中 西景玉又被称为石头村 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片石累气的石头屋、石头院、石头巷里 那近年来依托长城资源 通过发展旅游业 当地村民过上了有笨头、有盼头、幸福感满满的新生活 这座两百多住户的小山村 距离黄牙关长城二十多公里 一块块临巡的岩石 形成于十八亿至八亿年前 被誉为大地的史书 石头村的村民们 因石而居 与石为伴 零四年咱们关城台上以后 我们搞旅游 现在我们也是靠石头吃饭 以前我们拿玉当石头卖了 现在我们石头变成玉了 为了让石头村的旅游业更上一层楼 2015年石头村引入专业相建团队 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发展高端民宿 在外打工的周云龙听到这个消息后 决定回乡创业 他说服父亲把自家的五间老屋改造成了民宿 确实我就想落在村里边 做自己一个小民宿 到现在为止赶上民宿以后 大概这一年的收入大概三十万左右 石头村成了网红村 越来越多的外乡人也看中了这张名片 四年前 石梦娇带着她的可否来到这里 归下 叶家雪飞为石头村飘散出别样的芬芳 最开始做这个的话 村民还是非常观望的状态 村子里有一个大爷 也是做了一杯这样咖啡给他喝 对他来说就是特别新奇 就说这种东西也这么好喝呢 就是那种状态 长城是我家 此心安处是故乡 今年的石头村村旅游收入 预计达到一千八百万元 两棵银杏树开枝散叶 周云龙家的民宿扩建即将动工 石梦娇的咖啡依旧飘香 时间的洗礼让石头村古老而年轻 长城脚下的生活有了新奔头 长城绵延两万多公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去到河北张家口 看一下那里的长城故事 张家口素来就享有历代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位于张家口的大静门是万里长城众多关爱当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关口 和山海关居庸关家喻关并称四大关口 那总台央视记者申阳这个时候正在大静门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申阳你好 请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大静门的名字有着怎样的典故 另外张家口长城又有哪些特点呢 好的两位主播 我所在的大静门是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以门来称为的关口 静门意思就是指边境之门 那么大静门是万里长城和万里茶路的交汇处 这里呢也曾经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国际亿货贸易口岸 那么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 银器还有他们的牲畜和皮毛 到这里来交换我们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因此呢以门来称为此地 也是凸显了五文化与商文化相结合的内涵 那么自有长城以来 历朝历代都是以长城和门为界 来做边貌生意的外族人 只能在关外或者是门外来进行这个交易 那么像以前呢 在大静门就是在元宝山一带 有边貌户市的这个场景 那么现在在大静门的附近呢 新建了一片商业区 那么这个商业区的建立呢 一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旅游商务的需求 另外一个呢 也是要让慕名而来的游客 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茶马户市的这个情景在线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 大静门不仅是恶守京都的北大门 同时呢 它也是连接边塞和内陆的交通要道 也流淌着民族融合的历史渊源 也为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 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大静门出门可攻 关门可守 开门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做生意 这也是大静门的独特所在 大静门是始建于清顺至元年 那么经历过战火以及岁月的侵蚀 大静门的城墙呢 也曾经发出过多次的坍塌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大静门也是经历过多次的修缮 并被列为重点的保护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大静门 朴实厚重粗犷仓劲 门枚上四个大字大好河山 是1927年当时的地方军政首脑 查哈尔都统高维越所书 当时52岁的高维越 有感于大静门内外的高山大川 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大字 也为大静门平添了苍净之事 那么现在我们在顺着大静门的门洞 往西看这段城墙 它和我们平常看到的 巴达岭长城的城墙 以及嘉瑜关的长城的城墙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的城墙下宽上窄 行人是不能够在上面行走的 那看到这也许会有观众会问 那么古代的士兵是怎么到这个 风火台上进行市井和瞭望的呢 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啊 士兵们是通过软梯来攀爬上下 那么在张家口可以找到 八个朝代建造的长城 战国时期的燕照长城 秦长城 汉长城 北魏长城 北齐长城 唐长城 金长城和明长城 因此呢在这里可以看到 多种形式的长城的形制 那么这种多样化的长城形制呢 也为我们后人了解长城的历史演变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请大家 随着我们的航拍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另外一种形制的长城 对于崇礼区的这段明长城 它是纯粹以石头堆砌而成的 那么随着岁月的变迁 这种类型的长城它的坍塌率非常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长城呢 其实它也是后来经过修缮的 那么就在这段长城距离几十米远的地方呢 就是冬奥会的滑雪赛道 那么现在我们画面看到的呢是冬奥会的场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因为跳台的铺面与中国传统的吉祥事物 如意非常的相似 因此呢这里也被称作是雪如意 雪如意是我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 跳台滑雪场地 届时冬奥会将会在这里举办跳台滑雪 和北欧两项的比赛 那么距离雪如意不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这片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 就是崇礼的冬奥村 那么目前有关冬奥会的相关的各项工程呢 都已经接近完工了 再过不到四个月 古老的长城将会迎来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冬奥会 当今世界 提起中国人们就会想到万里长城 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到万里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弘扬和传承厚重的长城文化 长城脚下的人们一直在思考 也一直在行动 目前张家口正在着力的全力推荐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那么有关相关的情况呢 我们也特意的请到了 张家口文光旅的长文彭老师 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阶段我们在做好长城保护的基础上 大力推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积极谋划长城加大文章 挖掘长城公园资源禀赋 积极吸引当地市场力量引入 然后呢我们还做到这个 把更增加丰富的产业业态 我们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张家口段 打造成长城保护示范地段 竞争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示范段 听到您的这个规划目标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长城穿越时空历经沧桑 见证和陪伴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替和荣辱变迁 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保护传承的工作 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这一时间段 我们在张家口长城的直播就告一段落 现在把时间交回到北京演播室 好的 谢谢深阳 哎呀 引起你看四大关门 其他三个都是关 只有大进门 一个是门 对 我觉得一个门字 就体现了开门迎客的意思 更体现了包容开放的历史渊源 那现在提到张家口 就不得不提到冬奥 长城脚下看冬奥 冬奥赛场看长城 北京2022年冬奥会分为北京城区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 张家口的赛事核心区呢 就设在长城脚下的重礼 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的 主要竞赛场地之一 昔日默默无闻的赛外小城重礼 今天已经是鼎鼎有名的 国际化冰雪小镇 我们现在来到了张家口市 重礼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左边的位置 就是越野滑雪的赛道 而在它不远的地方呢 就是明代长城的遗址 可以说啊 有了这段长城的遗址的存在 这届冬奥会也又成为了 长城脚下的冬奥会 这段全城六公里的 岔沟梁长城 正在建设夜景照明工程 冬奥会期间 古老的长城将重新绽放光芒 与雪白的奥运赛道交相会议 我们是在今年十月底 然后准时完成交付 这个项目呢 然后我们还包含了 五百五十米的这个 长城本体的修复 而且我们是以一种 这种轻介入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减轻了 对文物的破坏 从岔沟梁长城往南两公里 就是核心赛区 太子城冰雪小镇 从空中俯瞰 小镇就像一片片雪花 散落在山巒之中 外立面的雪花造型 更如同一颗颗明星 闪闪发光 目前 占地面积2.89平方公里的 冰雪小镇 主体结构工程 已经全部结束 这里是张家口 冬奥赛区的核心区 在这里未来 冬奥期间 会产生51块金牌 现在您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 冬奥赛区小镇 半项广场的 交工的大概一个状态了 未来冬奥组委的团队 会来进行专业的布置和搭建 我现在来到了张家口 赛区的奥云村项目 张家口奥云村 作为当地最大规模的 场馆项目 其最大的特点 在于绿色与节能降号 张家口东奥村 坐落于崇礼区太子城高铁站不远处 站地约24公顷 一栋栋黄色墙体 黑灰色屋顶的小楼 极具浓郁的北方山地民居特色 奥云村的地上建筑 采用钢结构 预制构建拼装 有效节约了建筑材料 并加快了施工进度 主要功能房间 采用高效新风系统 设置了空气净化装置 PM2.5净化效率 不低于95% 我们整个奥云村的用电 都是清洁能源 100%的绿电 我们在整个奥云村 做了一些集水解水的工作 目前我们有两个 大的蓄水池在地下 它主要就是日常收集 咱们的雨水 还有地表的金流水 用于咱们整个奥云村 日常的一些绿化的灌溉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今天的长城 承载着守望和平 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 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成为增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建的桥梁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 驻华使节们 他们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不得我长城 非好汉 我是一个好汉 因为好多次来过长城 第一次去参观长城 是11月12月份1973年 那时候冬天天气非常冷 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遗产 我陪同智力代表团去过很多次长城 并有幸先后陪同两位智力总统参观长城 当我想到长城 就是三个关键词 钦佩 力量 永恒 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 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它代表着中华文明的远远流长 2015年 我的大哥从韩哥来北京进行药部剧调 全日冷 后我们一起去爬了八大林长城 我们开心的一起拥抱 感受健康的快乐 长城代表着 自然的形状与人类伟大 这能说明中国人的决认不屈 也最能体现中国人根本的和平思想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从这个角度来看 长城就是中国历史的华彩乐章 八大林长城是这个古代建筑中 保存最完好的一段 许多巴基斯坦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期间 也特意去参观长城 中国长城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成为我们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象征 祝八种友谊 像中国的长城一样 长久 强大 壮丽 每次参观中国长城的时候 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国家的力量 长城即使在今天也真的令人钦佩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 我想那就是历史和力量 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建筑工程成就之一 而且我曾经在长城遇到过很棒的人 中国游客 徒步旅行者 与美丽风景坠入爱河的人 今天的长城已经成为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之间文明交流的桥梁 西班牙和中国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西中两国以尊重和友谊为基础 发展了非常多元化的关系 涵盖政治 经济 教育 体育 旅游等领域 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我钦佩长城的威俄 它凝结了中国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长城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 也是最宏伟的遗址之一 是中国古代高超军事建筑 技术和艺术的杰出范例 保护长城不仅是中国 更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兼具任务和责任 长城的可持续旅游管理 所产生的经验 会使许多其他景点受益 作为人类追求和平与秩序的体现 长城不再是阻挡敌因的墙壁 而是友谊、对话和共同繁荣的象征 长城曾经是安定与和平的保障 如今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传递着和平和友谊 长城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 坚强勇敢 也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前行之路 正在推进建设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是长城保护的国家战略 是要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 长城保护传城利用体系 着力打造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保护长城文化 传承长城精神 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 自强不息 众志成城 坚韧不屈 让长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靠你 靠我 靠我们 靠我 靠你 靠你 靠我 靠你 靠我 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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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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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